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洪家坦智慧電車三床萌室的店經理 我叫封國豪 我叫志愈 我的錯話叫瘋子 我叫趙小蕾 我是GoGoRo雙和團的團長 我是那個2015年早期投P的GoGoRo車主 因為有一位GoGoRo的車主 他來門市邀請我 他們很常來跑這個249 我們都是用同樣的換電的系統 我們只是廠牌不同 我們使用的動力是一樣的東西來源 所以想要分享給他們看看 那志愈就跟我講 他覺得說跑249 他覺得還好 就是可能是體力上的需要把持得住而已 那當下我會覺得很累很辛苦 好像沒有必要去參與這個活動 對就是也不太想嘗試 因為覺得24小時不睡覺很辛苦 那我心裡就想說 出個題目給他 如果他能完成 那我們就來做 249是幾點我覺得沒有挑戰性 如果有挑戰性的話 我們就來跑一個全國14間門市的這樣的活動 你覺得如何 但他後來提一個說 可不可能在24小時內完成14間店的開店 Google地圖顯示 23小時多少多少 接近24小時 我想哇這真的有點硬 但是沒關係就是硬才有感覺 當時心裡想可以再試試壓秒 而且這中間不可以有任何差錯 過了一天 我們提出這個東西隔了一天 那位車友跑來跟我說 欸我已經把路線全部都調整好了 所以我覺得有可以挑戰他 所以我當然會答應 所以他這個14間店 我覺得是很有挑戰性 我就覺得 我就答應他 我說好 趕快找人 就出發了這樣 前五股仁後如來者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後來就決定說 我要做 然後也測試一下我們AI1的性能 一開始 我朋友有邀請我去環島這件事情 應該說他一問我就說好啊 那他也有解說過說 可能中間我們要踩了14個點 很多的東西都是一個信任 因為你相信這個人 他會帶領你完成這件事情 你就會義無反物的好沒有問題 所以我就透過朋友的介紹 買了電動車 然後也開始了這個旅程 那他講的這個任務我覺得 蠻棒的 我想要把這份的感覺分享給他 也許我們也可以做得到 我一定要完成他 我要出發的那一刻 後面有一位女車友 他說你是不是很緊張啊 你的手都在抖 我完成了人生第一次騎電動車 跑蘇花公路夜騎 很開心這樣 電動車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他是有解徽章人物 我覺得很像一個game 今年跑了這9趟下來 然後還有跑20趟的 我真的覺得電動車比較猛 因為這個的路線 不是順向就是逆向 都是固定一圈 可是因為為了這14間店 我最有印象就在台中 台中有三間門市 沙路海邊 一路到市區 我到了這個市區 我要橫著走再下去 走一個閃電到下去雲林 我覺得那時候 我就覺得怎麼辦 這個可能會是瓶頸 當時因為比較 可能有點經驗 所以我們把它規劃在凌晨 晚上夜間 車比較少 也不會那麼塞 進市區 所以我們這次路線是走逆向 我們要在西部快速通過 東部是白天 欣賞東海岸的風景 在24小時內 發生了非常多的事情 所有的東西集結在一起 所有的會阻礙你的問題都出現了 這個任務非常的辛苦 非常艱辛 我最印象深刻是到夾鷹那一段 超濃的大霧 那個大霧是 我從來沒有受過的那種精神衝擊 在下抒發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到宜蘭市 是下一個非常大的雨 最後還有下雨 然後又交通管制 我覺得可能影域 就好像一個人身上有很多關卡 即便你經驗豐富的人 你一想不到會有什麼事情 狀況發生 我最印象深刻就是它的車燈 那個非常的亮 照度非常足 而且又廣 然後在山路的時候 幾乎兩台車吧 就可以把整個前面打得非常亮 如果我今天騎我自己的車好了 即便我的車已經改了車燈 但是我相信那個霧打過去的時候 它還是會看不清的 我騎這台原廠車 而且還沒有改過 它不僅不會抖 而且它的燈非常的圓跟廣 即便你跟前面已經拉長的距離 你只要打開遠燈 你還是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個人認為AI1給我騎乘最大的感受 就那顆錶讓我覺得很驚豔 但是最讓我覺得不同 就是騎乘上的那個 給我最直接的感覺是操控 這個車架怎麼這麼穩 而且它全原廠 其實我回來的時候 我一直不可思議 這個是全原廠車耶 然後再來是 它在過彎的時候 它的那個傾斜度 它輪胎的抓黏 是非常緊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今天我可能下雨了 那我在這條路上 我會不會容易打滑 會不會容易拋出去 什麼之類不會 這是我非常喜歡它的一點 雖然電車要一直換電 但是它是一種解任務的感覺 加上它在 在騎山路的那種瞬間加速 我覺得非常的爽 我有騎過其他系統的車 就是二啊 二代 可能比較偏代步或舒適性 我的這一團的團友們 說我們是不是要放棄 其實心裡面有點難過 我覺得應該可能會失敗 然後一直在看著時間一飛鳥流失 就知道 我覺得最痛苦的地方 最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 當你快要放棄的時候 我們互相一直在拉緊著自己 至於的表情告訴我 就沒關係什麼 我想說不行不行 既然今天是我帶對 我不可以說放棄 我非常喜歡這樣的活動是 它可以拉近彼此的距離 凝聚力會更響 我們就是一直互相打氣 一直跟彼此說我們不能放棄 不要放棄 一定要完成這件事情 我記得豐原換電站的時候 有一位大哥 他騎了狗肉車子來送一些 人生金啊險金啊之類的給我們 那在高雄的時候有一位女車友 他提供軟軟包跟巧克力 就是覺得很窩心很感動 我在當下的感想 就覺得自己好像 在做一件什麼大事的感覺 好像大家都在注目這件事情 大家都覺得我們很瘋狂這樣子 所以我 我覺得我必須要在24小時內 趕快再回到三重門市 那最後完成時間好像是在23小時 18分的樣子 58分 真的是壓秒 到門口真的是壓秒 那我們一群的車友都來迎接這樣 我的感想是 還好沒有肉欺 我覺得很開心很興奮很亢奮 很亢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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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